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乘风2025浪姐6阵容再次曝光 网络上这次曝光的版本已经是第300阵容 这一次的阵容上看起来也是空闲的强大 可能有了浪姐5的低谷 浪姐6必须要在阵容上做出很多的优化 如果咖位不够 就会再次走上第5G浪姐的收视低谷 第6G浪姐继续延伸国际化路线 国际姐姐曝光的阵容都不是最终版本 所以名单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版本的阵容 主要的几位大咖友 第一位林志玲 林志玲姐姐是非常适合这档节目的 但是一直没能邀请到 她的身材和声音都会给这档女性音 宗赋予更多意义 第二位莫文伟 是一位大咖歌手 她是一位乐坛前辈 能被邀约成功的概率不大 第三位大咖李若同 李若同是经典的小龙女 这几年也很少出现在荧幕上 有概率被请到 之前也上过王牌对王牌 第四位大咖陈德荣 一位影视界的前辈 有过很多经典形象 最经典的莫过于我们很多90后 都看过的绝带双胶里的铁心蓝 第五位大咖陈惠玲 第六位大咖谭金 但谭金被邀请到概率也不高 而网络曝光的已经签约的姐姐友林志玲 陈惠玲 范文芳 陈乔恩 林依晨 凤凰传奇的林花 王洛丹 徐佳颖 李萧云 江妍 李小冉 张云晶 其中李萧云是已经在节目中确认的 导演组也邀请了 李萧云现场也确认了 自己会参加明年的浪姐 李萧云当年人气很高 现在缺乏的就是 她的舞蹈能力不是最强的 在浪姐可以很好地锻炼自己的形体 加上她本身的人气 她一定会在2025年的浪姐中大放一彩 陈惠玲和范文芳就为舞台很久 尤其是生生不惜港月季 而之前一直想要邀请到她 但是一直都没有邀请到 范文芳更是很少会出现在屏幕 范文芳有著很多影视作品 也是圈内很前辈的一位姐姐 这些年被溜得最多的一位姐姐 是唱偏爱的张云晶 张云晶当年以中性形象出道 在实业大火的时期 被雪藏 之后自己考了街头一人证书 也参加了一些综艺 但没能恢复当年的顶流状态 是需要一个节目来翻红的 生下还有的姐姐有 梁心仪 毛小彤 宋熙 杨 应 徐璐 金井 张文婷 孟慧元 徐璐等等 你们看完这个阵容 比较期待哪位姐姐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